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妮可媽 我這一次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Alvie的凱爾運動偵測器的使用一整個月的心得 那如果你們有看過我之前的開箱文 使用一段時間的心得的話 你們可以到我上方的資訊欄 或是下方我有在一些比較詳細的資訊給大家 你們可以點進去之前舊的文章去看 或是其他的實際示範的影片 記得到網路上面去搜尋 那主要今天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使用一整個月的效果 因為我生完小孩之後 但是我不是自然產 可是呢 我自己很明顯的感受到 我生完小孩之後 我就是 因為算是打噴嚏 就會有漏尿的狀況 尤其是要打很大力 然後就是會有一點點漏尿 那時候我想說 想說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想說這應該是短時間內 應該會自己好吧 應該說過了三個月之後 其實我覺得並沒有好很多耶 就是打噴嚏依然會漏尿 使用了這個的卡爾運動偵測器之後 我真的認為你有用心去做 就是真的會有效果呈現出來 你自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打噴嚏你就是不會很 要很小小地這樣打 不然就是你還要下面還要特別的 那個尿憋子 但是現在我就不用 就是很正常的打噴嚏 反而也不會漏尿 因為我鼻子還是有過敏的狀態 所以就是經常會有打噴嚏的問題 我自己說的話 嗯 實際感 我到時候我還會請我老公跟你們 講說他的感受 因為 我們 我們當然還是會有一些方式嘛 對 所以就是要請他來跟你們 講 他的心得 好那我現在請我老公K先生 跟大家講一下他的 使用心得 什麼是使用心得 就是使用那個 我使用一個月的 卡爾運動的心得 其實我是覺得有差 那 有差是在哪裡有差 我覺得雙方的互動會比較好 雙方的互動 就像我剛開始前面講的就是 除了漏尿以外就是 比較不會有漏尿的問題 我老公說就是 雙方都會有感覺的意思 就是說 應該啦 我在猜想他的感覺 想要表達就是 第一個女方的話會比較緊實 那緊實的話是不是就是 感覺會比較明顯 那 男生的話緊實 進入的時候你覺得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跟進入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係 其實主要是在整個 互動的過程 然後 會有那種 收縮的感覺 會有那種 比較明顯 對會有被那種 包覆的感覺 我就覺得這整個過程當中 可以增加 雙方的那種 互動 因為我相信 男生應該 對於 緊不緊的這一塊 還蠻重視的 所以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產品 因為 想一下 在 還沒有生之前 醫生都會跟你講說 要多做 那 產後當然也要做 因為不管你是剖腹 還是 是安產 都會造成 到鬆死 那 這樣子的產品 除了 好玩之外 然後 可以 訓練到 附近的肌群 我覺得對於 夫妻雙方的一些 性生活方面 一定會有改善 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加分 還蠻不錯的是 他從 初階 中階 高階 進階版的 他會每一個像 階梯式的在 往上爬 所以就是 你使用的東西 你可以從 最基礎 最基本的開始 你不用 你完全 不用擔心說 你好像 達不到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 其實沒有 他這個遊戲就是 很有趣 他會讓你更有自信性 去 玩這個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我之前的文章 所介紹的 去仔細的閱讀一下 因為我真的認真覺得 這個不是為了 幸福而做 而是為了自己的幸福 去著想 我是真的萬萬萬萬萬 沒有想到說 開了運動 其實真的還蠻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 產後的女性來講 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是 如果你還年輕的話 當然早點做這種運動 其實對自己也是有幫助的 對你之後 你有打算要 生產的話 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去 很輕鬆的 控制你自己 的肌肉群 就是 你要生產 自然產的時候 你可以說 要出力 控制你要出力還是放鬆 我覺得這一點 是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生產的時候 那 如果你們是自然產的人 應該可以更感受得到 我所說的重要性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這支的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 在我的影片下面幫我點個讚喔 那記得到我的粉絲團 也記得關注我訂閱一下喔 下次見喔 掰掰